就是只要抓住立体 反应要特别的迅速 选民才认为说 你是真正在玩选举 你真正在搞选举 你真正是在选举 而不是当一个头鸟当做听不到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国民党为什么不生气 中国人有一句话 生气不如争气 但是国民党在拳戴会之前的一天 东宫太子郑文燦语出惊人的表示 他说现在三个候选人 第一个没准备好是侯友宁 第二个没有团队是柯文哲 第三个他唯有赖清德准备好了 换句话说他还忘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郭台铭 他没有评论郭台铭 那显然他认为郭台铭已经出局了 那我们从郑文燦的这一句话讲 他显示出一个非常严重的事实 当对手在指责里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国民党居然没有反驳 况且在拳戴会7月22号那天讲 这个对国民党的拳戴会 士气影响很大 说侯友宁没有准备好 以国民党的执政 14个县市当然有人讲13个县市 我们讲国民党执政的14个县市 再加上他的选票 再加上他的人口 再加上他的面积 几乎涵盖了台湾的七分之三 不四分之三 抱歉四分之三 那当郑文燦这么一讲的时候 如果我是朱立伦的话 我一定会回应 回应什么 请郑文燦管住赖清德的嘴巴 不要拉美国 拖美国下水来影响台湾的选举 那换句话说 这个是针对性的答复 那这种针对性的答复 一定要及时答复 而不能装作视而不见 当你的对手一天到晚在调侃你 你没有准备好 然后一个没有团队 你们两个选不上的时候 当然有些人说干脆打落牙齿 祸血吞 但是是你的对手讲 况且这个人身份地位不一样 他等同是蔡英文的分身 当他这样子去嘲讽国民党的时候 那国民党要不要抚弱 那其次说你没有准备好 这个是轻蔑式的语言 不管侯友宜有没有准备好 他毕竟是国民党大位参选 那这种事应该是由国民党来答复 结果国民党居然没有反应 那民众党呢 也没有反应 说我们不跟他做口舌之争 这个是活生生的在否刺你 说你们选不上 那赖清德干了那么多的事 国民党跟民众党通通不讲 那柯文哲顶多讲赖清德 那你讲走进白宫啊 那你是不是想选州长 那种是不痛不咬的 为什么 因为赖清德现在在做的很多事情 是要把台湾拖向一个不可知的未来 这种不可知的未来 极有可能会诱发美中台三边关系的紧张 也极有可能引发台海危机 你今天侯友宜既然讲 他可以稳定两岸 柯文哲你也可以稳定两岸 你为什么不反击赖清德 我所谓的反击不是反击郑文参 而是反击赖清德 就是说蔡英文的喷声 都已经讲到这种地步 认为民进党势在必得的时候 你为了振奋军心士气 你居然不回答 这个是出乎我的预料之外 坦白说 如果这一句 这件事发生在陈水扁身上的话 我告诉各位 他一定大做三天 为什么 你管到别人的家务事干什么 我有没有准备好 这是我个人的事 但是 你不能 好 你不能够以一个很亲密 或者嘲讽的语气讲 现在三个人 一个没准备好 一个没有团队 那请问当年陈水扁 他有团队吗 他也没有团队 对不对 那陈水扁有没有准备好 陈水扁一点都没准备好 陈水扁在2000年那一次的参选 他是一点都没准备好 这个是我非常了解的事情 因为那我亲身参与 那我当然知道 可是他还是选商 但是陈水扁会运用这个东西 借力使力 所以我经常讲 国民党的文学系统 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你要快速回应 快速打击 创造议题 别人丢了一个东西过来 你可以闷不吭声 但是我们今天话说了回来 或许国民党 最近几天太忙 忙着723的全代会 但是这个全代会的结果 大家都已经知道 这个时候 侯友宁应该站得出来 我准备的比赖金德还要充分 不但文宣机构要博士 况且当事人也要站出来 不然的话我们比比看 就是换句话说 一个人上了战场 是输人不输政 要把那个气势 把他哄托出来 那今天我们看到 国民党他很多的气势 他哄托不起来 他哄托不起来的 就是对于对手的批评 或者对于对手的指教 他没有办法快速反应 所以我会讲 国民党为什么不生气 民众党为什么不生气的 原因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只要抓住议题 反应要特别的迅速 选民才认为说 你是真正在玩选举 你真正在搞选举 你真正是在选举 而不是当一个鸵鸟 当做冲不到 而后大家再谈起来 坦白说 民进党的文学一定做 因为你没有准备好 所以你输了 因为你没有团队 权力都没用 这样子你何必让对手 不花一毛钱 就可以做到全面打击 我想国民党的文权系统跟当事人 尤其是大会参选人 如果你没有迅速反击的能力的话 你就准备爱打吧